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抬杠机长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弯道驾驶技巧 车辆在爪弯的时候会产生离心力,将车辆往外抛 离心力的大小和我们这个车的行驶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就是我们这个车速每增加两倍,那么这个离心力会增加四倍 例如我们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打下方向 那么车辆就会产生很大的离心力,使车辆产生晃动 我之所以和大家讲离心力,是因为我们开车在过弯的时候 和我们这个直道执行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开直道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好车速 还有注意这个前方的这个路口就可以了 那么过弯的时候是不同,我们在过弯道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为了克服转弯的时候产生的离心力 所以我先讲了这个离心力 下面我去找一个有弯道的路段,来给大家进行演示 前方是一个左转弯的这个道路 我用前方的这个左转弯给大家进行演示 我们左转弯的大家要记住四个字 就是慢入快出 我们现在开始往前走 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在转弯之前就要完成这个收油门,刹车,减速 还有换挡的这个速度操作 这些操作呢,在转弯之前我们就要完成 然后呢,现在我们开始靠右侧来进入弯道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踩稳油门 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视线呢 要看我们这个弯道的这个前方 我们不要看这个弯道的中心点 还有我们这个弯道的这个外侧 然后呢,在这个中心转弯这个中心路段的时候 我们不要击刹车,也不要猛打方向 等到我们这个使出中心弯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速 快速的这个离开这个弯道 返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直线上 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是最基本的过弯的这个操作方法 还有注意事项 最主要的就是在过弯的时候呢 我们要控制好车的速度 我们不要急刹车,也不要那个猛打方向 特别是在这个雨雪天气 在路面湿滑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离行力的这个原因 很容易使这个车辆发生测滑 使车辆失控 那么呢,之后呢 我会给大家再进行再做这个 更进一步的这个弯道驾驶技巧 比如说这个连续的弯道 还有这个上坡弯道跟下坡弯道 还有能快速过弯的方法 那么本期视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给我点点赞 转发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